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想耽误海事 可对于海事而言 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 哪怕是一日 都是幸福的 师父 师父该喝药了 又喝 师父的身体啊 需要细细调养 这方面我只听医官的 师父说什么都没有 师父 张嘴 我走了 还是 给你看一下 张承迁 只寄了封家书来 家书上只报了平安 其他只字未提 他的意思是 黄泉关如今风平浪静 可师父那时候交代我 监视汤钱字 我确实看到汤钱字 与人打了手势 只是我到现在都没查出 汤钱字是与何人联系 汤钱字追随厂王多年 也是厂王身边的进尘 这厂王自打身体无碍以后 日日生色犬马 心思也是很难琢磨 既然你心里有数 还有 张承迁称黄泉影眼下无事 这段时间你不必回去 师父要我留在都中 你不愿意 我非常愿意 你觉得这个留着无用了 谢谢师父 我知道 师父每次让我走 都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 不想让我出事 可是我们做的事情 哪有长生的呢 每一次分开 都不知能否再见面 所以 还是不怕危险 还是 只怕师父不让我待在身边 只怕师父让我走 还是 你放心 我不会再让你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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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